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性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最先进的 那么一些国家感到非常的震惊 认为说中国的核打击能力 核生存能力再次的提高 到底中国的东风47导弹是不是那么的厉害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 一位是军事专家徐光勇先生 另外一位是军事专家王云飞先生 我们会今天谈一谈 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东风47导弹到底有那么厉害吗 所以美国为什么那么害怕那么关注呢 所以我们请两位谈一谈 中国的东风47导弹 它的成熟的技术是不是对其他国家也构成了威胁 也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核威慑能力进一步加强 作为中国最新最先进的一款导弹武器 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名字 频繁出现在国内外媒体上 并被聚焦关注 而通过11月15日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更被解读为坐实该型导弹无限接近服役的相关猜测 据相关消息 东风41在11月5日进行了第八次试射 自2012年首次试射至今 八次试射全部成功 并展示了超越其他核导弹国相关装备的能力 其可覆盖美国的射程更引发了外媒一阵风波 近年来疑似为东风41导弹发射车的身影 在中国各地都被频繁偶遇 更被部分观察认为 东风41甚至已经进入多地部署与战斗值班状态 那么六年八射的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 真的即将入列中国火箭军了吗 被解读为中国最强洲际导弹的武器 究竟具备着怎样的性能 它的服役又会为中国国防与核武战略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本期中国战法为您解读 好 我们请两位谈 因为这个东风41导弹 大家关注非常多 而且我们从境外的媒体上面 看到了采访徐光玉将军的报道还相当多 过去六年时间里面 试射了好几次 第八次吧 都是成功的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从射程 从精确打击 然后就是挂在导弹 然后还有穿透 对方的导弹防御系统 说这个都是非常的厉害 到底是不是这么厉害 从目前透露的资料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最正式的官方没有发布详细的资料 那您怎么知道的 但是从方方面面会透露一些资料出来 透露一些情况出来 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基辛格讲过 什么叫威斯 战略威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让对方相信 那么怎么样让对方相信的 适当的透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适当的透露 适当的透露 这透露都有几种不同的样式 一种就是我打的时候 公开的打到知道你能看见我 我就在你看见的情况下打 从滑北地区打过去打到戈壁滩 整个弹道飞行时间很长的 卫星完全能够发现 所以西方为什么惊讶呢 它相信了 它看见了 所以它这个威慑能力就有了 这样位置才能成立 另外再加上我们各种网上不同渠道 它会适当地透露一定的资料 一定的资料 这样的话综合起来 就让对手就能相信 中国区域是有核威慑的能力 这个威慑是成立的 它相信了 因此这个威慑就成立了 讲的这个东风41 就是因为我们回到 讲的它自己一些性能 说这个射程 差不多一万多少 一万三千公里 然后比如说从中国内地的 腹地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达到世界各个角落 是这么讲的了 是的 当时我看到报道的时候 有点讲说 东风41这个如果是有这样的性能的话 那就说明什么呢 那就说明美国所布防的那些导弹防御网 好几层 从第一导链第二导链 然后再到它的本土附近 基本上都是摆设了 是什么叫摆设呢 它不是说可以比如说导弹 东风41可以从北极那边过去 是吧 还可以绕道过去 等等类似这些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来形容 实际上目前世界上 典型的陆基的半导导弹 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美国的民兵3战略导弹 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品 已经有四五十年了 但是它最成熟 第二个是俄罗斯的白亚M 第三个就是中国的东风41 但是人家都已经证实 装备部队已经投入使用 投入战备之班了 中国相对来说是最晚的一个 从这三个战略导弹的比较来看 应该说明明山最早最早 但是明明山毕竟是那个年代研制的 所以现在来看 尽管它进行了一些升级 但是它的比如说弹头机动的能力 它是不具备的 就是分刀以后 弹头还可以进行机动 它原始设计是没有 经过改进 它这型导弹也是没有 白亚M都具备 既可以分导 那么弹头也可以激动 可以变轨 最后加速 几个马赫速的音速 放击目标 第三类就是中国的东风41 东风41一个射程 其实和那两个导弹差不多都是一万三千公里左右 都具备分导技术 但是中国这个弹头也具备分导以后机动变轨 就是二次变轨 它可以携带六到十枚导弹 小型的弹头 你有防导系统对我导弹进行抗击的时候 只是对着一个目标来 那么我分导以后 你多来几米导弹也有可能 但是我还可以激动变轨 所以任何导弹防御系统 包括美国的萨德 包括美国的爱国者3 以及它的海上的标准3 抗击这型导弹根本就抗不住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在初段和中段的时候 这是没法拦截的 所以为什么中国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 这个有很大的这个意见 萨德南朝鲜的导弹是不可能的 人家中段现在已经到4000多公里了 萨德在目端进行拦截 拦截的时候 它的高度 尽管说萨德是非常先进的 可以在大气层外 也可以在大气层里 但是它最高的高度大概在200公里左右 所以对于这一项远程的导弹在初段和末端 你是反倒不了的 根本就反不了的 在末端的时候如果进行分岛技术 分岛以后再进行机动变轨 任何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反导导弹 防中国的东风41以及俄罗斯的白亚艾姆 是不可能全防阻的 真的是有那么厉害 这是没问题的 这是没问题的 很坚定很肯定的说这是没有问题的 媒体在猜测 东风41什么时候服役 因为有的报道讲到说 其实猎庄已经有 已经有猎庄了去年 我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 反正不太清楚 不知道你们两位能不能有什么信息告诉我们一下 因为这个东风41导弹什么时候入列 什么时候服役 按过去的惯例来讲从来不发布的 哪个哪个导弹 陆基导弹 我东风5服役了 我东风31服役了 哪天哪天服役了 你找得到这个消息吗 不讲 不讲的 基本不讲 什么时候出来了 阅兵室 你到阅兵室演习 哎呦 拉出来了 东风4里上面写的大字 DF多数多少多少 是不是 是这样的 往往用这种方式来展现 包括我们陆军用那些武器 是某某某某坦克 这个入列了 讲吗 不讲的 都悄悄地悄悄地就出来了 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一种军事文化 一种特征 就是我们不大喜欢一下子打开大门 打开窗户 大家给人看 我已经有本事了 是这样的 方式不一样 但是所以我们作为总体来讲作为一个积极防御性的国家 偏于弱势的一些国家 他不是太愿意在这方面多得太多的张扬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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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作为东风4里来讲我个人觉得服役不会很长了 因为已经通过八次试验了 通过八次试验以后的整个这个状态的话 它的形象已经在网络上已经出现过了 所以我觉得不会太久 西方为什么高度关注 就是因为这个武器来讲它的水平相当高了 已经是一流水平了 在某种程度上超过冥冰山了 所以对方感到非常紧张 是这么一个原因 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国防力量 军事力量 包括威慑力量 它这里是好几个作用的 第一个就是显示了我的威慑能力 威慑能力 让你对方能够有顾忌 有忌讳 所以它就起了制止战争的作用 这是第一 第二 能够提升作战能力 就我有这种反击和进行交战的能力 我有 像有些小国家 说老实话 像以色列有个核武器 有什么用呢 这核武器它不能进行核交战 它没有资格进行核交战 因为它太小 几十枚导弹把它的国家整个都会消灭 所以一个国家要有核战争的交战能力 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有 我们960万平方公里 你打吧 是吧 我能打你 你也能打我 所以我能够有交战能力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功能在和平世界 叫什么 叫战略平衡 或者叫恐怖平衡 起到平衡作用 你依靠反导 我把导弹加强一下 你依靠导弹 我把反导加强一下 双方居心一定的战略平衡 这也是大国军事博弈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个世界上一会他说他有个什么了 一会他又说他又有个什么了 特别上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和美国之间 特别明显 这种较量特别明显 就要追求平衡 谁都不愿意去下风 是这样的 其实可以判断一下 具体这个飞的时间 它不会公布 大家也很难掌握 但是可以判断 因为东风41这一型导弹基本型已经参加过阅兵了 一般中国的这个习惯就是没有定型的装备是不能参加阅兵的 过去有很多先例包括歼20就是这样没有定型的时候就没有参加过展示或者是阅兵 那么这个已经参加过阅兵了 一般装备它的规律就是定型以后一般不超过两年会服役 这个基本的判断 刚才徐老师讲的对具体什么时候服役 这个是一个国家的它自己的一个战略上的掌握 不可以具体公布 中国找一千多个核弹头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做 我们的核武器的核弹头到底有多少 第一我是弱势臭兵我不能告诉你 我不能告诉你多少就是第一 第二我认为要增加 试射之后应该算真正的成熟了 以后不需要再试射东风41了是吗 恐怕试射还在要搞 东风41就跟东风31后构起来的导弹一样 它有基本型 未来还需发展 现在的基本型这个试验 只能说激进完成 还没有这个有些事件还没有完全搞 比如说多弹头的分岛的技术 是不是还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另外呢这个也不光是一个导弹本身的问题 还有导弹发射车的问题 还有整个指挥控制系统 它也需要实验 反正一系列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只说一个精度问题 一个精度本身导弹自己可能带一些精确制导系统 但是呢还有卫星的制造系统 地面的这个雷达系统 无线电的指令系统 这些都要进行配合 才能说这个弹全部完成了 即使美军它的这个导弹明冰3 也在进一步升级当中还不断了搞试验 今年4月份还搞了一次试验 当然它这个试验有的是一种检测性的试验 就是储存了那么长时间了 有没有失效搞一次试验 还有就是这个它的一些原器件 老化到什么程度了 要搞一次试验 搞一次试验 还有就是加装了一些新的改良的一些设备 一些这个原器件要进行试验 那么东风11毕竟是刚刚接近完成 以后还会有进一步的升级换代的可能 最大的这个升级换代 它的最大的热点问题就是未来会不会改装以后 用到潜艇上面 大家都知道以后中国还会发展自己的巨浪3导弹 巨浪2就是在东风31的基础上改过来的 那么巨浪3按照一般国家的思路会海基和陆基是通用的 就是一个型号上面基础上延伸过来的 否则你这个研制的这个经费投入太大风险太多 包括美国的这个三叉截导弹 也是在民兵基础上升级换代过来的 那么以后东风41也会走这样的路子 就是我们再过一些年以后 可能有新的战略核潜艇会入业 新的战略核潜艇就不用巨浪2了 因为巨浪2的射程只有8000公里左右 射程还不够 另外它携带的弹头也是有限的 只有东风41这样的战略导弹 它携带的分弹头比较多射程比较远 用在下一代战略核潜艇上面是最合适的 还有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核导弹 核弹其实跟俄罗斯跟美国都比较 就比他们少得多 如果东风41它一枚导弹就可以带 八九个十个核弹头的话 那中国这个核弹头是不是 现在目前数量还不够 比如说你不可能就有一枚东风41 因为如果是一个作战单位来讲 应该叫铝还是团的反正是 它叫铝是吧 每个火箭上都有七八个十个核弹头 那咱们中国的核弹头是不是 现在还比也许要增加 这个核弹头的数量问题 这个做我们国家来讲 我们始终是不透明的 不透明 这个问题我跟外国专家也真变过 后来我就我讲出了我的一个观点 最后他们没办法反驳 我认为我说这个透明度是相对的 透明度里面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一个叫强势透明 我非常强 所以我不怕 我深怕别人不知道我强 于是把门打开 看我又知不得我十八般武器 这是什么强势 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动不动出来一个东西 马上告诉大家 告诉全世界 出来一个就要告诉全世界 什么意思啊 就是正如大家尊重我 我的霸主的地位 所以这是一种强势透明 美国人喜欢要这个 中国呢 另外第二个呢 叫弱势透明 咱们是弱势 作为弱势来讲啊 他就不是这么干了 他不是说要让大家知道 我有做大本子做大本子 他就需要有某种模糊性 这种模糊性本身就是威慑 那你不知道 有点空生机的味道吧 有点看不透 就搞不清楚 你到底搞到什么程度 是吧 所以这种半模糊状态 那么中国的核武器 由于中国属于一个 属于弱势地位 按照这个 斯德哥尔摩的和平研究所啊 他们呢 猜分析 中国和英国法国 属于一个行列的 是两三百三四百 就是这样的 印度巴基斯坦又是第三级 一二百 还是这样的 美国呢和俄罗斯那不得了了 如果把库存算进去 那不得了了 好几千枚了 现在说嘛 那么达成协议以后呢 进入这个值班的啊 只能是一千二百五十枚 一千二百五十枚 一千二百五十枚 大家可以算算 一千二百五十枚 如果按照这个三维一体的导弹一分 那就是陆海空这么一分的话 大家都是几百枚 几百枚几百枚几百枚 但加在一起一千二百五枚 到现在为止啊 没实现 现在正在慢慢慢慢正在减 我们中国差得远了 所以现在双边这个核财经谈判 美俄双边核财经谈判 为什么 这两家太多了 占了全球核武器的百分之九十几 剩下都是这个小弟弟 是吧 所以中国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你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核武器的核弹者 到底有多少 第一我是弱势臭民 我不能告诉你 我不能告诉你多少 这是第一 第二我认为要增加 肯定要增加 增加到什么程度 就是增加到满足我第二次反击 你需要 所以东风四十一导弹 绝对不是这么一枚两枚的问题 而是十枚几十枚的问题 对 十枚几十枚的问题 保证我这个陆基的核反击 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强势 有这个能力让对方相信 但是又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 但我只要相信我的能力 我有这个能力 生产的问题 增加多的问题 这是钱的问题 对吧 是拨款的问题 是吧 还有个生产制造能力的问题 所以这些的话让你有个悬念 另外就是我们潜艇还要增加 绝对不会是五寿 是吧 而且那么老将来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095就会新的出来 第三代 那么绝对不是一寿两寿 三寿四寿五寿的问题 我觉得是根据我们国家的需要 做第二次反击的能力还会增加 所以至于这个具体多少 大家不一定去抠 关心它一百多少枚两百多少枚 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 应该看得出我们国家的第二次反击的能量 一定要达到一种能够起到威慑 同时能够起到有效二次反击的功能 达到那个水平 一定要达到那个水平 然后要达到那个水平 所以还需要增加核导弹 不仅增加 而且在技术上还要把它提升 提升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空窗期 因为现在还没到多边裁军 多边裁军 我们不会做大气层核实验 不会做的 没有必要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弹头的改进 和质量的改进 小型化 多弹头化 我们一直没有停 这样 好很重要的信息 一直没有停 我再问王老师 像东风41 就比如核威慑 然后去把核生存 核打击 需要多少枚 才是比较符合中国国家安全的 其实这个数量大家可以算 刚才徐老师讲得好 我一个是能力的问题 第二个是 我失去需要多少的问题 比如说能力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战略核心点 还要发展 你像英国法国 人家就四手核潜艇 一艘核潜艇二十四个发射筒 每个发射筒 每个核导弹 可以有十个分弹头 一算一百多枚 就是一个核潜 战略核潜艇 就可以有一百多枚核弹头 中国我想到下一代战略核潜艇的时候 也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讲了 这是我们的能力 我也可以做到上千枚核弹头 但是我需要不需要部署那么多 我生产那么多 那么我就要根据整个核形式和安全形式来发展 陆基的不会装那么多 但是战略核潜艇 如果说我们也是有二十四个发射筒的这样的战略核潜艇 那大家就可以算出来有多少枚了 所以呢 这个都要根据国际形式的发展 国际战略和安全形式的发展的需要来 我想 其实中国造一千多个核弹头 那是没有问题的 能力上没有问题 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做 有没有那个需要 这是国际安全形式负责的一种表示 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那这个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再加上陆基的公路机动和列车轨道机动的 这样的东风式战略导弹 加上过去的东山系列 应该说呢 我想近期内不会发展到像俄美那样的 说一千多枚没有这个需要 几百枚有这个能力 大家只能根据这个来判断中国的战略和能力 平时练兵练兵练啥呀 不就练这个吗 就是这么好的机会 这个捕捉导弹 捕捉弹道 有些日本媒体放风说 有可能在本月18号 美国对朝鲜半岛展开 暂时时动 乘运营商 自己让我想起来 这个朝鲜发射最新火星十五那个 它那个发射架好像也是激动性的 激动的 而且我看不知道 就因为美国媒体有时候报道的是自相矛盾 说那个朝鲜这次也是因为轨道发射 然后说那个业力发射 然后也不容易被人家发现 说这个它的隐蔽性很好 而且它发射的速度 就是那个准备的时间很短 所以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你们掌握到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朝鲜呢 这个机动发射的火车的这个车是有的 有些导弹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试验 但是像火星15这样的导弹 没有完成这样的试验 它是初始进行这样大型远程导弹的试验 还没有到这个装载到车上试验这个程度 目前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所以一个导弹试验过程是周期是相当长的 和飞机和舰船一样 所以实际上有些某些国家 它那个节奏非常之快 实际上它是简化了一些程序 简化程序就不见得很成熟了 不一定科学了 成功了一次 但是真正的也不见得很准确很新确 对一个精细度有限 第二个可靠性可能会不是很高 中国这个标准现在是实际上非常高的 你比如说这个东风41你刚才提到 我六年进行了八次实验 这个就是指标的一项一项试 环境一项一项试 边界条件一项一项打 就是我的最远程还有一个近线高线低线当量 比如说我们这个东风41最大的载荷能力 可以达到一吨多 这个是当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300万吨一枚导弹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把它当量减小 比如说60万吨一个量级 50万吨或者20万吨一个量级 那么它的装扎数量就可以增加 像这些东西都要经过试验 它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八次就能完成的 所以这个程序是不能简化的 简化了以后可靠性技术标准都会降低 使用的风险就太大 我看到报道你大概你没有听到这个报道 看到这个报道 说这个美国知道这个朝鲜发射这个导弹之后 导弹还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70飞行的时间大概40多分钟 说特朗普已经在那开会了研究这个事情了 真的假的 他确实给国民一个信心感 你看朝鲜那么远干这个事 我们早就知道了 而且它还没落地的时候落到海里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会了 不 这次有点意外 这次在朝鲜发射核武期 前一天晚上美国已经知道了 一余间已经掌握了这个情报 知道它第二天要发射这个导弹 对 日本人讲的说测试到它的电波 对 其实它的测试方法很多 它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在发射之前 这个地方的所有的电站 它要进行活动 美国的卫星可以撤出来 这个地方的风压值和平时有什么变化 因为你发射之前 肯定有大量的电力方面的活动 这是一个看重的 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比其他国家有一个优势的地方 就是天机的红外卫星 因为导弹发射它的伟业的力度 温度 对于红外的感受 要比飞机或其他任何红外感应的强度 要强得多 美国已经部署了红外的预警的卫星 一直监视着有可能发射导弹的地方 朝鲜半岛这一块 最近一定是紧盯的 所以它这次一个是情报 掌握得比较及时 第二个它盯得比较紧 所以一发射它立马就知道了 其实中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是不说而已 它讲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就是不说而已 你想想 朝鲜那里已经打了不是一次了 发射的地点基本上就那几个点 我这个北部上去干什么呢 吃干饭呢 不会 一样同样的要监视 我们的空中的预警的卫星有没有 我们也有嘛 所以这个地区不安分 经常会出点事 必然而然会迎接方方面注意 平时练兵练兵练啥呀 不就练这个嘛 这么好的机会 在这捕捉导弹 捕捉弹道 这个非常好的我们的一个 反导的一个练兵的机会 跟日本跟韩国是一样的 一直在盯着这个 就是嘛 中国会放过吗 不会放过 我就听不到嘛 所以说我们老百姓知道 中国军队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 实际上在做事我们看不见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吉林省那个报纸 看到了没有 是啊 他也搞合防护了 整版的那个 关于核的问题的常识和核辐射 对对对 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对对 为什么在吉林那是跟朝鲜市有关系 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个必要性 我还没有这个想的太错 好像稍微过了一点 过了一点 过了一点 干嘛呀弄得老百姓这个紧张了 好像吉林省离的朝鲜半岛稍近一点 静点的好像都给人感觉要发生核战争了 最多了解些什么东西 就是对核事故核辐射 和这个放射性沾染 什么一种防护的方法 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太过了一点 我个人感觉 让人家产生联想 让人家产生联想 可能反映了咱们媒体呢 想通过吉林这个报纸 反映说中国普通老百姓 对朝鲜半岛和安全形势的严重关键 因为最近呢 在朝鲜半岛这个地区呢 出现了一些严峻的态势 一个呢是美军和韩军 正在搞联合军事演习 230多架飞机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呢 有些日本媒体放风说 有可能在本月18号 美国对朝鲜半岛展开斩首行动 这是日本媒体透风透出来的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朝鲜这次核实验 这个导弹实验 距离上次呢 导弹实验只有70多天 它的这个导弹实验没有完成 有可能接着还会进行导弹实验 甚至进行弹箭黑的实验 如果进行下一步的实验 美军又在演习期间 很有可能会爆发战争 也有可能引发核武器的这个核灾难 所以呢中国老百姓对这个核安全形势呢 它非常的关切 过去呢只是通过我们的政府 通过我们的外交部门 表达中国政府的关切 表达军方的关切 老百姓的呼声呢 没有反映出来 我倒是觉得通过这个报纸 可以从一个侧面 或者通一个直接的方面 能够直接反映老百姓 他们对这个形势的安全 这个有多么关切 不是像朝鲜半岛有些领导人 他们想象的那样 对中国没有影响 这个中国它可以提供某些安全 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 这个角色 居然之家 设计家 也有它的证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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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